长期熬夜加班造成睡眠不足,并最终导致猝死的新闻随处可见。 有人会说,并不是所有熬夜晚睡的人都会猝死。 是的,上帝对于亏欠身体的人设置了很多惩罚,死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比死更痛苦的折磨。 排在第一的就是现代医学都无法治愈的绝症,阿尔茨海莫病,也就是老年痴呆。 对,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睡眠不足是老年痴呆的元凶。 这种病,第一是没法治愈,第二是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阿尔茨海莫病提到绝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癌症、艾滋病、白血病等。 对于阿尔茨海莫病,很多人以为那只是智力下降,不会将它与绝症挂钩。 那么,阿尔茨海莫病是不是绝症? 首先,该病病因至今不明。 其次,人一旦患病,病程是不可逆的,而且很难放缓。 第三,治疗该病的有效药品很少。 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是阿尔茨海莫病的受害者。 阿尔茨海莫病到了末期,行动能力基本丧失,患者进食时由于机能弱化,极易引发反流物息,导致肺部感染,进而因感染死亡。 有超过71%患有严重阿尔茨海莫病的病人,会在6个月到一年内死亡。 这个死亡率已经超过某些癌症。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关于阿尔茨海莫病的发病因素近多达30多种, 如家族病史、教育水平低、头部受伤、甲状腺病、母育龄过高或过低等等,众说纷纭,至今也无法确定确切的发病原因。 但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临床病例分析,现阶段能够明确的是, 几乎所有阿尔茨海莫病患者的大脑组织中都有大量淀粉样蛋白的沉积。 这些沉积物聚在一起,形成了淀粉样蛋白斑块。 这便是造成阿尔茨海莫病的原因之一,什么是淀粉样蛋白? 大脑里的垃圾太多,大脑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也是最大的耗能器官,就像电脑一样。 人的大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很多东西。 它通过血液循环系统获得营养和氧气,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数量巨大的代谢垃圾。 这些代谢垃圾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样蛋白。 如果不尽快清除,大脑就无法正常工作。 我们身体的大部分区域,是靠着淋巴系统将身体里的毒素运送到肝脏去清理。 但是大脑里没有这么一套淋巴排毒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样东西。 它叫做脑脊液循环系统。 脑脊液填充了大脑周围的空间,它的作用是吸附神经系统产生的垃圾。 脑子里有多少脑脊液就能处理多少大脑垃圾。 脑脊液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是睡觉。 科学家们在小白鼠身上进行试验,发现当小白鼠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大脑中流动的脑脊液几乎没有。 但是当小白鼠睡着了之后,脑脊液明显增多。 科学家们也在人身上做过试验。 他们找来了20位没有脑疾病史的健康人,10位女性和10位男性,年龄分别在22到72岁之间。 试验要求他们一组人晚上可以休息,另一组人晚上不休息,不睡觉。 两天后,所有参与者接受了脑部扫描。 研究人员发现,与休息睡眠良好的那组相比,睡眠不足的那组人,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也就是大脑里的垃圾显著增加。 同时,在睡眠不足者的大脑重要的记忆区域里,也观察到了淀粉样蛋白的增加。 睡与不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首先,睡眠不足在人身体上的直接反应是情绪低落,乏力疲惫。 其实,你皮下深层的脑细胞比你还累。 因为,人脑内的每一个神经元都会使大脑产生淀粉样蛋白。 人在清醒时,大脑细胞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脑血流量非常充足,整个脑组织处于膨胀状态。 这种情况下,脑脊液无法进入现场清理垃圾。 而当大脑进入睡眠状态时,人体血压会下降,心率会减慢,脑血流量会减少。 这时候,大脑的体积会缩小3-6%。 为脑脊液垃圾清理,腾出了空间。 人睡觉时,脑脊液会出来清理大脑垃圾。 而当人醒着的时候,大脑一边持续工作,一边积累淀粉样蛋白为主要成分的垃圾。 不睡觉,淀粉样蛋白却会越来越多,脑脊液却会越来越少。 这和年龄,性别都没有关系。 以此推论,不好好睡觉的人大脑里的垃圾会很多。 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高达80%。 到底睡多久,才算睡够了。 长期睡眠者或者主观晚睡者,特别是缺乏深度睡眠者。 深度睡眠期一般是指凌晨2-3点的时间段。 在此时间段,之前入睡眠者,基本都能保证比较充足的深度睡眠。 此时间段之后入睡者,可能觉得你睡着了。 事实上,只是处于一个快速眼动睡眠期,主要表现为做梦及脑电波频率变快。 这期间,无论你睡多久,你的深度睡眠时间都是不够的。 在深度睡眠期间,脑脊液清理垃圾会启动高速运转模式。 大脑神经胶质细胞的体积会奇迹般地缩小60%。 大脑排出的垃圾会比其他任何睡眠阶段多出10-20倍。 以正常作息来看,睡足8个小时,应该有1小时40分钟的极深度睡眠期, 3小时30分钟的深度睡眠加极深度睡眠。 以牺牲睡眠为代价,熬夜学习和工作的人们,认为平时熬夜,隔天补回就万事大吉了。 很不幸,专家的研究结果,补教。 别想了,补教或许能让你精神状态好些, 但却不能扭转缺窖造成的神经行为障碍。 长期缺乏深度睡眠,会降低学习能力、记忆力, 还会诱发心血管、脑血管等疾病,会加深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更可怕的是,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中国睡眠诊疗现状调查报告,即中国互联网网民睡眠白皮书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睡眠障碍患者超过4亿人。 56%的网友认为自己有睡眠问题,包括多梦、浅眠等。 而在几年前的调查时,这一数据还仅是38.2%。 同时还发现被调查的63%网民是90后,他们认为自己有睡眠问题。 睡个好觉对不少人来说已成为奢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加入失眠大军。 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下来送给你10条健康睡眠小妙招,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 1.坚持固定的睡眠时间。 2.坚持锻炼,但不要在一天中太晚进行。 运动可以通过提升大脑血流量,刺激分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来强化大脑的各项功能。 3.戒烟,避免在睡前摄入含咖啡因的食物。 4.睡前避免喝含酒精的饮品。 5.深夜避免大量进食和喝饮料。 6.尽量避免使用会延迟或破坏睡眠的药物。 7.下午三点后不要午睡。 8.睡前放松。 阅读或听音乐。 9.睡前不要玩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影响褪黑色的分泌。 10.醒着时不要躺在床上。 如果你躺在床上20分钟后,还是很清醒,或者开始感到焦虑,读读书。 10.睡眠是大自然赋予万物的一份宝贵的礼物。 刃待睡眠才能刃待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